花旗現在是宣布要出售台灣的銷金業務 這是震撼了台灣的金融圈 不過今天最新消息是傳出 花旗將要打包出售 這買家的出價已經喊到了600億元 而且傳出有4家業者 包含了本土金控的國泰富邦 以及外商銀行的新仔銀行 還有渣打銀行 現在最新消息也說 10月這個買家就會曝光 花旗銀行出售包含台灣在內 全球13個市場的銷金業務 原定9月底買家就要揭曉 但業界傳出將延到10月才曝光 花旗銀行4月份退出台灣的銷金市場 在市場投下震撼蛋 最新消息花旗將打包出售 買家出價600億元 不少人直呼這真的是時代的眼淚 當年花旗信用卡看電影買一送一 是很多年輕人的回憶 1989年進入台灣 是國內首家推出信用卡的外商銀行 總發卡量達到290萬張 動卡率高達76.5% 在競爭激烈的本土外商銀行裡面 都是第一名 有些優惠就是看收購的銀行 有沒有再特別的把它取消這樣子 就是還是有別張信用卡可以有 只是優惠沒有到那麼多而已 現在市場傳出進入第二輪競標的 有兩家本土金控 國泰金以及富邦金 外商銀行則有新展銀行和渣打銀行 甚至還傳出有傳產加入這項重量級的拍賣 第一名是國泰市華 第二名是玉山 第三名是中信金跟花旗在拼第三 甚至花旗到第四名了 可是像一件事情 如果能夠拿下第四名的市占率的話 那麼對於比如說國泰市華 玉山或者中信金 它就很可能要去到第一名 花錢銀行打包出售的銷金業務 包含50萬個財富管理客戶 270萬張信用卡還有存款3000多億元 財富管理資產規模高達2000億元 花旗銀行如今改變策略 退出台灣市場 金融業者也多方評估 標下是否能夠拓展市場 東森才能新聞 劉子誠 林浩宇 台北報導 疫情現在趨緩了餐飲業還有製造業 都要擴大的增彩 像是有連結車司機 他的月薪是開出了七萬元要找人 而北市的服務業七家業者 他們開出來了264個職缺 其中這連鎖的家居品牌IKEA 是月薪五萬元要找人 而餐飲業是包括了胡須章 還有二樓都要找員工 北市七家企業釋出264個職缺 50顆應該也要特殊的吧 就是頂章風格在整吧 況是這種就是點菜園的話 就要英日語 就是要對大陸流的 微笑單車也開出65個職缺 其中月班調度員月薪最高3.8萬元 如果有輪班制的話 那可以讓自己調整一下 自己的一些時間 我剛出社會比較 對薪資比較沒有那麼 太大的那個期望 由於基本的開銷夠 目前就這樣就好了 開始可以開放內用以後 我覺得這個 就是我們餐飲業的部分 可能悶久了 那有逐步逐步的開始增加 從外廠開始 那現在也看到 也開始有增一些廚師 以及內廠 不僅餐飲零售業要來搶人 由於國內製造業的出口 外銷訂單暴增 製造業也要找員工 百磨工人6萬 連結車司機7萬元 還有工程師技術員共計 徵才5萬名 和去年同期相比成長一成 製造業到服務業 通通動起來要來搶人才 東森採電新聞 劉子彤零浩宇台北報導 機械要搶人 就是因為有商機來了 現在百貨業者 他們也祭出優惠搶客了 一連三天 這伴手禮美食皆 包含關東煮炸雞炒麵 這些全部第二件是零元 而漢堡王他們是推出了 洋蔥的牛肉堡還有中暑 都要買一送一 頂呱呱也要拼斬店 薯條炸到金黃起鍋 後切牛肉上層鋪點 洋蔥片提味加片起司 連鎖素質店推出洋蔥牛肉堡 中暑買一送一來搶客 正餐時間的常客幾乎都會買 出新的品項大概一天 二三十個 麵包出爐烤到酥脆焦黃 隔著隔板就能聞到鎮鎮飄香 麵包體鋪上繽紛奶油 疫情趨緩 百貨業者祭出優惠來搶客 新外異國美食的朋友有福樂 歡慶連日佳麟 百貨業者推出優惠 異國美食第二件零元 喜歡台味小吃的朋友 也有包子饅頭等優惠 不僅戴個伴手禮 逛超市有優惠 肚子餓了 吃正餐也能搶便宜 肉骨茶豬肝湯 關東煮認識炸雞 炒麵豬血湯燙青菜 也能享第二件零元 吃蛋糕啊 麵包啊 還有吃餅乾啊 因為我很喜歡吃甜點 第二件免費 就是買一送一的意思 對啊 這樣子可以省很多錢 外送平台也搭上 異國美食熱潮 滿299可享75折 最高折抵80元 每周的指定折扣料理都不同 包含日韓 台菜 東南亞料理等等 而連鎖素食店 則要大品展店 連鎖素食店 進駐世新大學 業者推出優惠 學生只要憑著 學生鎮購買指定餐點 最高可享六月者優惠 不僅如此 憑學生鎮全品項95折 滿200元 送原位雞腿兌換券 另外素食店業者 也跟悠遊卡 連手推優惠 持悠遊付消費滿200元 可享20元現金回饋券 還不錯啊 怎麼說 因為我就是試行的啊 所以之後就可以用到啊 還不錯啊 會想去嗎 為了這個 應該會吃 疫情趨緩 各式業者看準商機 紛紛祭出活動 意後商機來勢洶洶 董神財新聞 黃翔韻傑台報導 有這種零元搶客的 另外也有買一送一的 這是咖啡大戰 現在又開打了 聯鎖咖啡店為了要搶客 現在是聯名了卡通人物 打造了特赦的門市 不管是咖啡廳的外觀 或是這餐點都有小巧思 而另外兩家聯鎖的咖啡廳 他們是靠實體的優惠來應戰 像是路易莎 他們推的叫做舞杯券 而星巴克是要買一送一 派皮酥脆帶有層次 內餡香甜的蘋果派 搭配Hello Kitty經典標誌蝴蝶結 可口又可愛 一旁還有奶油做成的 Hello Kitty大頭餅乾 和巧克力口味的酷氣兒餅乾 讓鐵粉為之瘋狂 連鎖咖啡店咖啡印 聯名三利歐家族掀起一波朝聖熱潮 整間咖啡廳裡頭 牆壁隨處可見三利歐的角色 像是這一面就有可愛的雙心仙子 坐在這裡 彷彿就像他們在陪你喝咖啡 也順便攻佔了很多網美的手機容量 不只內部有打卡牆 就連外觀也很吸睛 兩層樓六片落地窗 每片都有不同的三利歐角色 讓人遠遠看救少女心喷發 在社群上面就有蠻大 蠻不錯的發酵的迴響 然後另外在業績上面 其實也幫助我們回到一醒前 就是比較穩定的狀態 搶攻咖啡商機 另外兩家連鎖咖啡廳 則是靠實際優惠來應戰 咖啡拉出白色愛心更加濃醇香 路易莎從4號起推出五倍券 即杯優惠 只要在10月15號之前 購買五杯同品像咖啡 就能享八折優惠 8號到10月底 用五倍券紙本消費 也能享八五折優惠 而星巴克則是4號起的連續4天 指定時間購買指定飲品 就能買一送一 圓明的比較喜歡 買一送一還好啦 反正也是就是這種比較可愛 走可愛風的比較好玩 網美店就是蠻特別的 然後買一送一是有優惠的部分 就是會讓我們可以比較省錢 各有各的好處 搶攻台灣百億級的黑金商機 連鎖咖啡廳從門市商品特色 到優惠一路站得火熱 東三財經新聞 口黃明葉子晶台北報導 杜曉月的淡載面 今年二月的時候 是撤離了永康商圈 這店面已經空置了半年 房東把月租是降到了35萬元 現在終於是租出去了 這是由茶飲店來接受 不過他的約一千竟然是十年 如果這個合約順利走完的話 房東是可以拿到四千兩百萬 不過在景美夜市 他同樣也是要降租金來拼復甦 這租金的跌幅已經砍了百分之十五 白色素牙店面 助立永康商圈 首謠飲料店接手 杜曉月淡載面舊店面 疫情趨緩人潮總算稍稍回穩 也陸續有店家進駐 杜曉月淡載面在今年二月 宣布席登搬離永康商圈 店面空租了有半年之久 現在終於找到新租客了 由首謠飲料店來接手 首謠飲料店以每月租金 35萬元進駐 一千就四千十年 順利走完合約 房東可收租金 4200萬元相當可觀 8月份比7月份多20萬人 去年的店面是只有出沒有進 今年的店面是有進有出 希望能夠到年底的話 能夠成長到兩倍到三倍 疫情衝擊 店家泰幻速度快 新品牌為了打開知名度 匯選在熱門商圈展店 另一頭景美夜市也是降足品復甦 景美夜市雖然臨近捷運站 觀光客要前來相當的方便 不過近來受到疫情衝擊影響 人潮大幅的減少 周邊的攤位跟店家租金開價 直直落 不到一年的時間 跌幅近高達15% 根據統計資料顯示 雖然景美商圈店面帶租量 跟去年底相比沒有明顯攀升 但美瓶租金沙很大 去年底開價2923元 今年9月只剩2477元 現在都差不多7點半後 整個地步上都沒人 下班人吵回去就沒人了 會不會你很吃不消 會啊 很累 像你要有店面的一個月 要十幾萬的那種 它才可以降 方東下沙租金求出租 但攤販還是苦不堪言 最期待的還是希望疫情穩定了 客人也能回流 董森 財經新聞 黃沐祥 韻傑 台會報導